汶川地震是哪一年 汶川地震是2008年 具体的时间是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04秒 根据我国地震局数据显示 这次地震面波的理事震级为8.0面波震级 距震级达到8.3距震级 我国一半以上地区以及亚洲多个国家都有震感 汶川地震遭受严重破坏的地区包括10万平方千米 其中集中灾区有10个县市 较重的灾区有41分线 一半灾区有186线 并且截止到2008年9月18日 日案人数高达69,227人 受伤人数为374,643人 失踪人数为17,923人 是继唐山大地震之后伤亡最严重的一次地震 经我国国务院批准 自2009年起 我国每年5月12日被定为全国防灾减灾日 而防灾减灾日的设立一方面是为了增强人民的防灾减灾意识 推动防灾减灾知识以及避难自救技能的普及和推广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悼念在这次灾害中遇难的同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